在广州北新路步行街吃了一碗鱼蛋粉 结账的时候价格不敢先信啊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的北新路步行街啊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北新路的消费 因为北新路的话是很多游客 很多外国游客 来到广州旅游必惯了一个景点吧 所以的话这里的消费 就很多人比较好奇 都想了解一下 先说一下现在的时间吧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26分 虽然是晚上的10点多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步行街上面啊 还是挺多人的 看到没 有点出乎意料吧 要知道今天是周末啊 明天还要上班 按道理来说 应该很多人都不会逛的比较晚吧 因为明天的话还要早起上班 可能这些打工人的话都对这个周末依依不舍啊 这个彩票站挺多人在呱呱呱的 好了我现在带大家去找一下有没有餐饮店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度脸庞啊 都是各种的服装店 因为这里的话不是步行街的美食区吧 前方才是步行街的美食区 所以的话想吃饭啊 也紧张到前方那里 那就带大家走过去看一下吧 外国人 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外国人看到没 但是我在上下酒啊 就比较少看到外国人 可能北京路在国际上的鸡名度啊 比上下酒高吧 所以的话很多外国人啊 也听说这个北京路 没有听说这个上下酒 所以来广州出差或者是来广州干嘛的时候啊 就紧张来这个北京路了 这里就是北京路的美食区 我们可以看到真是挺多美食的吧 什么都有 我们去逛逛有什么吃的 这么晚了 可以看到还是挺多人的 因为现在的话 准确来说是宵夜时间了 但是走过来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小吃吧 跟茶饮 看到没有 上一小丸子串串 这个大餐算了 牛扎包是大餐来的 还有前方的牛腩粉 可以尝一下 上去牛腩粉的话 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看到里面啊 没有食客 这个臭豆腐 这个茶餐厅 大餐算了 生蚝 但是一些快餐就没有了 看到没 因为这些店的话 主要就是面线一些游客的 甜品肠粉 主要也是因为现在太晚了 可以吃的一些餐饮店都打烊了 最佳牛扎包也是大餐 吃包大餐 这个什么菜馆也是大餐 我感觉这条美食街啊 除了大餐就是小吃 先找一个快餐来吃都难了 这个火焰罪鹅 大餐 前方有这个鱼蛋粉 要不就在这里吃一碗鱼蛋粉吧 可以看到里面挺多人的 那就进去看一下 就在北京路的美食街这里 看什么价格的 上来咯 我点了一份鱼蛋粉吧 就这样子 这个份量还可以吧 有四颗这个鱼蛋 还有这个鱼皮啊 这个什么 闻着的话还挺鲜的 让大家猜一下 我在广州北京路吃的这碗鱼蛋粉 要多少钱 我先吃吧 吃完再告诉大家 我吃完这碗鱼蛋粉了 一共花了我20块 对于这个价格 大家觉得怎样 反正刚才结账的时候啊 我眼睛都大了 不敢相信啊 居然这么便宜 要知道这里是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啊 这些商铺的铺租本来就不便宜 一过一月的话至少都要10万左右吧 而且的话刚才可以看到那一碗鱼蛋粉啊 挺大的 这个份量可以吧 在别的地方的话都差不多要20块了 那这里只要20块 有点不敢相信 没有去之前我还以为要30块的 所以知道他只要20块 真是太亲民太熄慧了 那大家觉得怎样呢 觉得贵不贵 有什么选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